近日,纽约市选举委员会开展了撤销选民身份的工作,核实已去世和移居的选民记录。 这是自两年前,选委会非法撤销选民身份后,首次进行大规模的整顿。 纽约市市长白思豪一直批评选委会会因为守旧,依然雇我,没有从根本阻塞现行选举制度的漏洞。 纽约市市长白思豪上周在演讲中说,选委会没有就改善现行的选举制度规划出全面的蓝图,再促进民主方面的工作也不足够。 同时,市长也批评选委会不愿意接受他所提出的2000万元改革方案。 昨日,选委会主席莱恩回应市长指,当有州立法部门以外的人,尝试要求选委会采取行动,而议员是不同意的,他们会照着办。 相信选委会是再次暗指,市政府不能对他们下命令。 截至现实为止,选委会已经在5个区一共撤销了61000名选民的身份。 选委会称,如不进行清除选民的工作,将会浪费纳税人的金钱。 现实上没有确切资料显示,重整选民身份的工作会核实结束。 少数派领袖马特奥,议员博伊利和史丹顿岛主席奥多,昨日提出5项业务税改计划,希望改善现行不公的局面。 改革措施包括,一,成立委员会审视现实的税项征收方式,并提出可行的改善方案。 二,重新引入退税机制。三,冻结涨者需付的税项和某一固定金额。 四,重整物业税估价上限。 纽约市市长白思豪上月提出,将改革现行物业税制,并成立业务税委员会,但确实时间表有待公布。 史丹顿岛议员多年来一直争取物业税改革。 两年前,博伊利和马特奥更一度威胁,要控告市政府,因为有独立调查,指, 史丹顿岛的居民比其他区的人所交的税项更高。 马特奥指,与市政府代表面谈愉快,希望能为居民成功争取税改。 一名19岁女青年控告纽约市警员拘捕她后,在警车后方强奸她。 她指医院记录证实当时她被戴着手铐。 该名女青年于上年9月因藏有大麻而被警员逮捕,她其后指被警员强奸。 她称医院记录显示她双手均有抓痕,将证明那是由手铐造成的。 涉案探长马丁和霍尔共称,她当时没有被戴上手铐, 而性行为是在双方同意下才进行的。 他们否认强奸、性侵犯、贿赂、胁迫等多条罪名。 上周,州长库莫指,希望立法禁止警员与被拘留的人进行性行为。 一名领约市警员被控故意拘捕一名酒铺职员,以赚取加班费用。 昨日应讯时承认虚报加班时数。 警员乔加信在2014年10月,逮捕了59岁的酒铺职员哥德奥。 他指当时看到哥德奥出售可卡因给一名男人, 但最后该名男子承认非法藏有管制药物,而哥德奥被判无罪。 哥德奥不满无故被捕而作出起诉。 哥德奥的代表律师在开案称词中指, 最可怕的是警员忘顾市民的权益没有做好他们查案的工作, 只在意赚取外快。 乔加信的代表律师指, 乔加信因为案发时在哥德奥身上搜到580元, 并且发现哥德奥删除部分酒铺B录电视片段, 在合理怀疑下才逮捕的哥德奥。 乔加信其后在庭中承认在2007年5月, 到2008年5月期间, 他曾四次虚报加班实数。 如果证实警员在此案件中有违规, 法官将会就职员是否经常性虚报加班实数做出聆讯。 上周,联邦调查局导破了一宗疑似炸弹袭击策划案, 拘捕了一对双胞胎兄弟, 并在他们位于布朗克斯的住所中搜出30磅制造炸弹的原料。 今天其中一人提躺不获保释。 兄弟其中一人名叫托罗, 面临联邦恐袭指控。 法官称由于他将对社会构成威胁, 不许保释。 美国检控官办公室称, 另一名疑犯泰勒将会稍后提躺。 据了解, 托罗曾在哈林一间高中任职教师。 联邦调查局称他至少聘请两位学生到家, 把烟花内的火药分割并储存起来。 民间组织Riders Alliance上周举行每周最恶劣通勤奖比赛, 鼓励地铁乘客分享最恶劣的通勤经历, 务求迫使州政府实施长远计划, 改善现实地铁系统。 本周赢家为一名住在皇后区的图书管理员, 他获得一块巧克力做的车票做奖品。 冠军得主邓小姐称, 他上周五被困于R车打两个小时, 本来他还差一个站就到达位于Forest Hill的家, 但突然列车停驶, 原本从曼哈顿到皇后区的30分钟车程变成了两个半小时。 经过这次经验后, 他指以后乘车前一定先去洗手间, 以免有悲剧重现。 组织指, 地铁系统的总评分在过去几年下降了15个百分点, 是全球主要交通系统中最差的。 现实各位市民可以到Riders Alliance的网站参加比赛, 以100字以下记下自己最恶劣的通勤经历, 并加上标题Worse Commute, 就有机会赢出车票巧克力一块。 için teşekkür ederim. 谢谢大家